因为去年的天灾少 导致今年的大量蔬果盛产 价格崩盘 而为了防范农产品 遇上盛产期影响价格 台东县政府争取花冬基金 设立了有机集货厂 以及冷藏冷冻库新建工程 31号的中午是正式的动土了 预计在明年6月来启用 未来将会搭配一旁的 全日物流低温宅配转运站 让台东的农产品 多了保存以及运销的管道 动物顺利 去年因为天灾少 导致今年多种的蔬菜水果盛产 价格崩落 为了避免封年时期 农产品过量影响到价格 台东县政府农业处 特别争取了6000万的 花冬发展基金 在原肉品市场的土地上 新建冷藏冷冻库 规划224品的集货厂房 12间的冷藏库 11间的冷冻库 预计在明年4月完工 6月正式营运 台湾农产品在盛产的时候 都会面临到一些滞销 然后一些价格 这个叠价的这样的状况 那除了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去开拓我们的市场之外 如果能够有这种 冷藏冷冻的这样的空间 先把我们的一些 必须要采收的农产品 在这里做适当的储存 将来我们就可以不必急着 在那个价钱最不好的时候 来买 所以这个我相信对我们的农业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这个地方从过去真的 只剩下杀猪这个功能的肉品市场 会转变成一个台东 对台东农业会有一个主导地位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另外农业处也表示 未来完工后可以结合一旁的物流公司 有助于提升农民的销售量以及收益 我们这冷藏冷冻库旁边的前日物流 将来可能可以直接 宅配到各消费者所上 甚至到大型的量饭店 或者是到餐厅 这个是一贯的 我们希望从这边开始 让农民将来在生产过量的时候 能够获得适当的储存 然后能够在价位保持一定的价码 然后销售到各地 未来冷藏冷冻库正式启用后 台东的优良农特产品 在遇上大丰收时 多了保存运销的管道 可以依照价格慢慢卖 以及透过物流公司快快送的方式 有效协助农民产销失衡的问题 记者陈继琳台东市报导